新北市三峡长幅桥改建工程进行中 预计115年完工 为了便利民众通行 水地局在长幅桥旁是设置了人形便桥 开放时间呢 为每天上午7点到晚间7点 有效缩短民众往返三峡和两岸 绕路时间约15分钟 供水人员施工机具来回穿梭加紧施工 三峡长幅桥改建工程如获如图进行中 目前进度来到22% 预计115年7月正式完工 为了便利三峡和两岸民众通行 人形便桥正式开放使用 在我们旧长幅桥拆除之后 那民众他其实是可以透过 下游的三峡拱桥去做通行 那在我们11月15号开通了人形便桥以后 他就可以经由我们的人形便桥 去通往左右两岸 那大概可以节省15分钟左右的绕行时间 打造替代便桥安全性也要兼顾 由于便桥仍然位于施工工区内 如果遇上施工需要就会暂时封闭通行 而便桥上的安全措施也要做到位 那我们会在人形通道部分 去加设那个防护网 还有顶棚及照明设施 然后来维持民众通行的安全 那在路坪防护的部分 我们在两侧楼梯的部分 有加设了止滑条 然后栏杆的防罪网 在人形通道部分 我们有铺设PC来保证它的平整度 那也在加铺的止滑垫 来确保那个通行时候的止滑及平整度 人形便桥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7点到晚间7点 水利局提醒民众通行时人需留一次删权 快速通过避免逗留